年假開始 很多人在昨天在國道上 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塞車情況 那麼今天情況如何呢 那麼的確從早上來看 現在的情況跟昨天相較之下 是比較好的 人家到了下午的時候 這個上路的車子又增加了 同樣的在紮道移控的部分 切回到所謂的連續假日的模式 同時也會看情況減少 庸舍路段當中的紅燈秒數 希望能夠減少這些一般的車輛 塞車的情況 下午三點的建國高架 結果到一號 紮道紅燈還是嚴格管控 有二十秒之九車流持續回堵 但交通部長宣布四點後針對 擁塞路段會視情況減少紅燈秒數 以估下午大部分的用路人都開始悲患 十六點開始 我們所實施的嚴格 紮道移控 調整為連續假日的紮道移控 下午四點後實際上國道觀察 昨日回堵嚴重的國一紮道綠燈秒數 已經從原先的十秒變長到三十秒 對比廉價第一天 紮道已經不見大排長龍的車陣 可以順利接上國道 在中區以及南區的都會區 進口雜道也是有融色測多的情形 請大家盡量避免非必要的移動 交通部數據顯示端午連假首日一百五十公里以上 長途屢次比去年端午減少百分之六十五 少了十三點二萬輛次 但交通部長坦言這次的政策決策的確實有些倉促 雪上最嚴格的國道交管措施 隨著通勤足物流業者被塞在雜道口 連忙改成放寬十四處的雜道綠燈秒數 但隨著端午連假快結束 所有路段回歸到一般模式 民眾也陸續回到居家上班上課日常 繼續齊心乖乖待在家做好防疫 歡迎新聞柴鐵劉俊男安條報導